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 有请 我今晚那天来自江苏延城 今年55岁 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气口自家 26年前 有三个离开了我 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 21年前我家里发生一件事 是我的陈龙破碎 七口之家本该生活美满 何家幸福 可他为何愁眉不展 26年前发生了什么 让三个家人离他而去 面对家人的离去 他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 21年前又是什么 将他彻底击垮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师好 大家好 来这位弟弟请坐 我能猜一下你年龄吗 456 我是62年 62年那你还小 来请坐 你寻找什么人 我寻找我 就是21年的小儿子马亮 1995年 我的儿子马亮 在北京护士站丢失 21年了 我天天在祈祷 我希望他 哪一天能出现这部电影 有了他 才有家 我以前有个七口的新墨出家 我以前爸爸是在木工 所以我就跟着爸爸一起学木工 我们家里什么家具啊桌子 凳子都是自己做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人家做家具的时候 不小心把高速过来 就现在还有这么长 晚上下班回来 我离到老远就看到我老婆 抱着小儿子马亮 边上站着大儿子马来 在那等我 当我要到家的时候 我大儿子就跑到我那儿 爸爸爸爸抱不抱 妈妈不抱我 抱我弟弟 我说你看 爸爸今天手烂了 搞烂了 他在流血 爸爸抱不了你 就这样 我把他放在那个自行车上 带回家 到家以后老婆看到我 就是我老婆看到我手 他在流血 赶紧跑 我就找点那个 我们家喝的那个白酒 给我擦一擦 完了以后就找点那纱布 给我包扎 把手拨完了 以后他就把那个 饭菜 端上桌 我们那时候吃饭 是一个帮助 我们五个大人 坐下来以后 小孩都挤到那个脚上去 挤得满满 所以我刚端起碗的时候 我大儿子说一句话 你看爸爸的手好吵 就这一句话 把我们一家人都搞笑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什么叫幸福 就是说 一家人都传在一起 不管桌上有什么好吃的 或许有什么好 有多少菜 一家人都能在一起 吃着饭聊着天 那就叫幸福 这样幸福的日子 你过了多久 说好 好景不成在 就是 90年的一年 我就出了三件大事 我那时候大儿子 马雷才五岁 小儿子 也就一岁半 我妻子因为生小孩 等他愈疑症 以后自杀了 那年自杀了 后来不到一个月 我爸爸车 插出石豆尔 所以呢 就是说时间不长 他是石豆尔晚期 时间不长 他也走 又过了一个多月 我那个弟弟 掉到河里面淹死了 所以我到时候 我死的心都有 特别我印象深的就是 过春节的时候 我们的时候 那就是外转的 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人家给小孩买新衣服 买大鱼大肉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没有 帮助上面就买两道菜 一盘是树丸子 还有一盘草豆 树丸子就是家里 长的那个地里 长的萝卜 用油炸一炸 豆腐们就是家里 那个黄豆加工一下 我们到时候四个人 一人坐一边 非常冷气 我看到四个人 住在房桌边 一人一边 我挺难受的 以前 我们一家七口 住在房桌上 起得满满的 挺热闹的 现在 温温清清的 所以 我就下定决心 我要保护这个墙 要守住这个墙 我不能再让任何人 从我身边失去 所以我就后来 我跟我妈商量 我不能这样老在家里 老是家里没钱也不行 几个人生活要吃饭了 后来我就把两个小孩 留给我妈妈照看 我一个人我就来北京 我找到一个粮店 一天下来我和几盆面 每盆面和下来是 油酸背痛 有时候衣服都湿了 但没办法 我就想什么 苦点累点没什么 我都挣点钱 妈妈和儿子 才能过得好点 我干了一年多 直到95年 小孩放厨甲的时候 我就刚才想 我是想叫我妈 带两孩子 到北京来见见四面 正好我们老乡 有几个老乡也来北京玩 所以我妈就跟他们 一起坐火车过来 当时到火车站 下了火车 她就放在这 用我们别的老乡 电话转到我那里 说你妈来了 在火车站你们去人街 正好是中午11点多 前面排上老长的队 后来我一个媚婿 在那跟我在一起 她看到这种情况 她就说哥 我去接吧 反正到火车站我也输 就这样 我说那也好 那你去吧 天后晚的时候 她回来了 我说人呢 我说没找到 当时我就懵了 一下就那次 丢了三个人在火车站 对 我就说 他们三个一下子都丢了 当时 我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还剩我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火 找了一个晚上 可能也没找到 所以第二天 我两个几个 我哥 从老家就赶过来 我就把地球拿出来 让他们看 我说我们分头行动找 就这样 我们带点饼 馒头 水 就这样 饿了就吃点 咳了就喝点 就这样 我们在北京找了 十几天 什么结果也没有 就找到第十三天的那一天 我们那天 我记得是去 往西边 找一个收容所 我当时就带着这个小孩照片 把着这个学生棋子 让所有人问我 我就问上家 有没有开机对小孩 对家说 没有 我们刚走不远 我觉得我后面动了下 然后我一摸屁股 后面口袋里面 钱包不见了 我回过头一看 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 边上还有四五个 我说你干嘛的 我一把抓住他手 往上一走 那个钱包从他 嘎嘴里面掉下来 当时我什么也没想 我把钱包抢过来 因为我当时这个照片 就放在钱包里 我没有这个照片 我们就没办法找孩子 然后我那个老乡 就跟我一起去的 就拉着我就跑 正好来了一趟公交车 我们也没时间看几路车 反正就开门就上去 我们那时候出去 都是一人管一边 你看这边 我看那边 都是这样住 刚下去不到200米 我一下子发现 我大儿子买来 就在那个门口玩 我当时我不敢 现象我的眼睛 我擦了眼睛一看 还是 当时我就跑到司机 我说同志 师傅 跟你停车停车 他说刚停下来 门一开 我就冲出去 往回跑 说实际话 我那时候 到那地方 一把包着 把它包在怀里 我眼泪止不住的 就流露出来 弟和奶奶呢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 我说弟弟 奶奶跟弟弟 都哪去了 他就说 我也不知道 你说大儿子多大 那时候 大儿子十岁 丢的时候 小儿子七岁 那时候我就抬起头 看门前是判处所 我就把儿子带到里边 正好有个民警同志在那值班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 前后进步 我跟他一说 他说当时 这小孩到这几天了 我们问他是哪里的 他说是安徽香水的 我们是江苏香水 他说是安徽香水 他说那里签个字 可以带走 就这样 我把小孩带走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 我说 大儿子马来走到了 他们挺高兴 刚打完 我带着马来再去找马亮 不到两个小时 我姐夫打电话给我 说你妈找到了 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 说你们在哪找到的 怎么找到的 他说在火车站 还是在火车站 当时就不成人了 说屁头沙发 浑身脏得不得了 后来我赶紧跑过去 带着孩子过去 把他弄到我住的地方 那怎么会丢呢 过了三四天 我妈跑一点 我就问我妈 我说你们在跑哪去了 怎么回事 她说 我在那等你来接 等到天黑也没人 所以当时有两个人 说认识你 说跟你是朋友 所以我就带两个小孩跟他找 后来说走那么多不远 马来把他奶奶的衣服拽一下 说奶奶她身上有刀 我妈一看说有刀 就把小孩一掺回头跑 跑那么多远 我妈把手一松 两个小孩都分头跑了 这个小孩问这 那个小孩问那 我妈的喊也听不到 这也追不上 早了四五天 说我也不想活了 他就跳河了 跳河正好 那一个好心人给揪起来 所以他也不吃不喝 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 反正见路就找 后来 就稀里糊涂地到了火车站 正好那一天 被我姐夫他们找到了 后来我想 我说那你们在哪 他说我们就是在汽车走的地方 边上还有一个像小房子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老乡把我妈放的地方 是公交车的站坛 他叫我们去接 是在火车站出站口 我们就这样结差了 当时我这家 又当儿子 又当爹 又当妈 不管怎么困难 我都要撑下去 我就想 这家家好 我做什么也没关系 我就把我妈带到我住的地方 现在我就是两点 我就开始起来 把东西弄好 弄好放在家里 把人弄完了以后 我再到室里去找人 就这样 我在北京找了几个月 什么结果也没有 后来我没办法 我就跟我妈商量 不如我们回家吧 我妈当时就不愿意走 我没找到孙子 我不想走 但是我经济上也没办法 我妈以后就跟我们 一块回老家 到了老家 就是因为孙子掉了 她身体在北京又折腾一下 身体就不好了 有一次在床上 自己不小心又摔下来 把腿也摔坏了 就这样 我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过了一年多 妈终于走了 我妈当时临终的时候 拉着我手说 你一定要找到马亮 到我分钱给我 扫点子钱 那你奶奶去世了之后 老大谁看着 我妈走了 就像我跟妈那两个人 他年初也没法去 因为我是干木工 我就把他带到工地上去 过来这些年 你一直在找小儿子吗 没有 我那时候去场所 在场所 做上几个月 付点钱 我就过来找 付点钱我就过来找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老板跟前付一千块钱 到这地方天已经要晚了 我就一个人在路上走啊找啊问啊 拿着照片见人就问 到天黑 我找了一个小旅馆 房间不大 里面放三张床 我看到人家在那睡觉 打呼噜 睡得那么香 可我睡不着 我心里一直在想 期盼 马亮哪一天能站到我面前 得和我见面 那你这二十一年当中 一直在寻找小儿子 就顾不上大儿子了吧 不是 我有一些地方 也确实对不起大儿子 到处他 上前也没上 现在他一直还是单身 今天大儿子陪你一块来了吧 来了 来我们请 马雷来 小时候弟弟 你还记得吗 什么样 记得 什么性格 挺开朗的 开朗 长得什么样 跟你像吗 像 但是比我帅一点 这些年爸爸找弟弟 苦不苦 也各苦的 苦啊 爸爸带着你 他觉得亏对了你 对不住你 你觉得呢 没有 我不觉得 不觉得 因为我也希望找到我弟弟 你也希望找到 如果今天找到弟弟 你会怎么样 我会对弟弟说 各个人真的好想你 曾经的一家七口 围坐在饭桌上的幸福场景 不再出现 二十一年来 这个一直要将家守住的父亲 为了找回丢失的最后一个家人 也为了坚守自己曾经许下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 用一己之力扛起了养家的重担 在寻找小儿子的路上 再苦再累 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 在他心里 只有找回小儿子 家才是完整的 看看我们的这个书东是怎么帮你们去寻找你弟弟的 来书东 马乃田先生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在我们的容媒体平台上 我们收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您展开了寻找 在我们的寻找过程中 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容媒体平台上 还有一个孩子发来的这个求助寻亲的帖子 其中提到的一些信息 包括说95年丢失 膝盖处有疤痕 爸爸曾经是木匠 这三个信息跟您提供的一些信息 非常的近似 但是您说您的孩子叫马亮亮 您自己的名字叫做马乃田 这个信息跟这个孩子的寻亲田 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我记得我的名字叫马迪迪 我的爸爸叫马拉提 他是个木工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么被拐 对于我小时候的事情 我也记不起 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被走的时候被他晕在棺材里面 那里面有四五个小孩 当时我们都害怕 都在拼命地喊 就感觉自己透过气了一样 就是拼命地在增长 就是想出了 但是我们都在喊 就是那种大力的 等光它打开时 他们都死了 只有我一个人活着家里 我最后是被警察叔叔给解救了 除了这些 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以别人都说我是一个失忆的小孩 其实我这些年都在找我的家里 我都不知道我家在哪 我也不知道家里还是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他们不要了 跟我妈呀 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你们有一些记忆上的差别 但是能有那些信息是非常的吻合的 所以到底你们俩这个信息能不能对上 那个发尋铁铁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孩子呢 我们还是要对你们双方进行踩写比对 通过科学的阻断来进行检测 请打开希望之门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这么多年 不敢多苦多累 我一定要把这个家收入 21年了 我天天在祈祷 我希望他 哪一天能出现这个的人 有了他 才有家 没好了吧 没好了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 seeds 亮亮 爸爸找了你21年 你可记得爸爸吗 你可记得这个家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记得好吗 你得来 把弟弟和爸爸过来 过来 这哥俩真像啊 哥哥还能认出弟弟呢 能认出来 初冬就是是不是亲生父母 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些科学鉴定 我们刚才小白说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 特意请来了我们深圳市的公安局 深圳市公安局打管办的卢主任 我们请卢鲍磊主任 帮我们面一下DNA检验的结果 我们在今年7月5日 通过志愿者马脸田向我们求助 我们采集血样 宋定音数据库与徐远远 经过对比复合孟德尔遗传基因 他们的几率大于99.9% 也就是说他们是父子的关系 祝贺你们 来 弟弟你跟我说一说 你怎么好像刚才你说 你被拐到哪了 那时候就是小时候记忆不是太清楚了 像我们有四五个小孩吧 都在一个观察里边 棺材里头 就是一个 往哪运 反正我们打开的时候是在一个 安徽的一个小山村脚下打开的 卖在大山里的什么人家 就是也是一个瓦房 就是一户人家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火车站 怎么就被拐到这来 你不是和哥哥和奶奶都跑吗 你跑哪去了 那时候小时候那时候记忆基本上都说 基本上都没有了 没有了 你后来就一直在这个山里这人家住的 在山里面就是说刚开始去的嘛 就是说那人肯定是花钱买的 就是怕跑了啊 就是给我关在那个一个路圈里面 就是说 就是说你不要跑 你说说这大山里面就跑了 就野兽就吃了 那时候我们都没想什么 就是说就在那待了 待了差不多有半年吧 就是说有山上 就是说是采药的还是干嘛的 就是去了 我就说拼命的喊了 就是说那个人就听到我的护款的声音 就是他们就 就是说去当地派出所就是报警了嘛 就是说那警察就救出来了 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给我救下来了 就来然后就是在派出所待了 待了一天多吧 那时候就是 就是当地就是说派出所 就是说 我们那警察局里面就是 结婚了一个小孩 就是说谁又愿意来领养的话 就是说来当地派出所去领养嘛 那时候就是领养我的爷爷 那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了 就是说 他手上活着没有干了 就是去那个当地派出所就给我领回去了 就带在这个爷爷家 带了几年 我去年带了三年多吧 三年多最后就是我在上学嘛 上学就是那时候就是我在 就隔壁里他说 他说学 我现在就学嘛 就是说你爷爷 就是说老一些 就是说突发的那种 就是死了 就是说就是我就 那时候想着心里特别难受 就是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了 就是到那路口去 我就等我一跌嘛 也是隔壁邻居开那种拉沙子车嘛 然后我把他尸体拉回来 就那一下我看到了 彻底就是感觉精神就像崩溃了一样 就感觉就是唯一的情人都离我而去了 就是说 当时我就受不了那种 最后就是我爷爷最后把那葬礼什么都弄好了 就是在家里又待了一年多 最后上学不想上了 就去了江苏是大义那边 跟人家做衣服 就是跟他们做 就是早上七点多起来嘛 七点多起来一直上到凌晨三点多 那时候大部分一天睡 只睡两三个小时 最后做了十多天嘛 就是感觉就是受不了了 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好了 我说我不想在这干了 现在你做什么 你现在还是做衣服 成家了吗 成家了 有孩子了吗 有了 现在一个两岁半的儿子 爷爷高兴了 这是你 这是现在太太和 孙子你看 跟爷爷还真像 因为在1995年啊 如果一个孩子被拐 从北京弄一个棺材 把它装着朝安徽运 是不太可能 因为反倒是太乍眼了 但是有人贩子呢 把它放在一个相对那种箱子里 是有这种可能的 但人贩子一般拐孩子的过程中啊 他是为了卖钱 他会检查这个箱子 有没有通气口的 当然也有的孩子 在发育过程中 他给他喂一些安眠药 可能他睡觉的状态 所以他这个 这个是不是棺材 另外呢 当时是不是被喂了安眠药 这个可能都需要再了解 他说的就不一定准确 我们也会像刚才你说的安庆 当地公安机关再了解一下 就1995年 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发现 有这个孩子的尸体 在一个箱子里边装着 我们会安排 对整个他被拐的过程 进行一下调查 顶着我这个栏目 是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事的 我们广大电视机前做的观众 都喜欢看到这个节目 我代表我们深圳打拐办的同志 还有我深圳来的两位朋友 为圆梦基金捐款五万元 为他们多找一些小孩 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好 谢谢 圆梦基金会会把这笔钱 用在圆梦基金 对这个困难的寻器人的资助 太对了 以及支持这个公益寻人这个项目 那么我们这个款项的使用 每年都是经过年审的 都有审计 我们的所有的支出和收入 都会在我们的网站上公示 大家可以去查询 对对对 谢谢 老师我多说一句 其实呢我们跟马亮亮接触的时候 也发现说其实孩子挺可怜的 因为就是因为当年丢失的这一个事件 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所以从小时候到他六七岁 这一段记忆几乎全部丢失了 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 而他的妻子呢 其实对他特别好 两个人工作很忙 然后又支持他找家 在这个情况下连婚礼都没办 他跟我们说过一句 他跟妻子承诺说 等我真找着家了 我们把这个婚礼补上 现在我觉得至少以后 小马 你们全家 不会再有这样人生的遗憾了 也给曹白婚礼啊 给曹白一下 四个好亲子在哪啊 先给公公介绍一下 给爸爸介绍一下 爸爸这是 来 孩子 是你支持你老公找家的吗 到现在婚礼也没办是吧 什么时候办 只要他把家人找了就好 说你对你老公特别好是吗 他对你好吗 挺好的 挺好的 共不哭了 这幸福的日子多好啊 好 一家拉着手 走向那警察叔叔 把你们的 那个血腥对比结果 拿到手 然后一起走向幸福之门 今天晚上请爸爸 在北京好好吃一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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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孩子 监定报告 看着爸爸终于找到了小儿子 可是爸爸一直在哭 我们特别理解他为什么 他说原来跟家人 没这么一起吃饭 你们进去 现在 左背一大儿子 右背一小儿子 这也是他的心思 二十一年了 他帮助什么 我的家 终于点满了 有了两个儿子的陪伴 这位父亲的心里满是欣慰 他用二十一年的时间 终于找回最后一个家人 实现了自己对家的承诺和坚守 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 这份久违的幸福 把幸福永远留在他们一直坚守的家 我们祝福他们 和家欢乐 永远不再分离